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最后在考试之前你要能够尽量的多做这项考试的考古题 这就是我简单说的123加4 那现在我们简单的来把每一项做分析 那么首先当然大家都觉得考试嘛 你一定先要有单字量 可是各位看到的单字长得像这个样子 其实背起来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考把字分开 这个声字呢如果只有一个bar 那这个声字的意思呢叫做酒吧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 而且很好背这叫bar 可是问题是这么长了 那怎么办呢 而且各位不要忘记 这个声字等一下呢会结合文法 成为一个个的句子 而且其中还有一项叫做听力考试 所以你不但要懂得单字 你还要能够听得出它的声音 那如果是口试 你自己还能够讲得出来 那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声字呢 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跟着念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很好的记忆 这个声字呢叫做barbarian 请各位跟着念 barbarian barbarian 那你把它拆成三个小音节 那么最长的就不过 只是ri an这么这样长的四个字 看起来容易多了 这里ba bar 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 我们再念送他一下 barbarian 那么英文有单字 你就要结合了文法 才能成为考题当中的句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声字 barbarian 结合文法成为一个句子 来把它变成一个考题 谈到文法 有的朋友也会觉得很头痛 每一本文法书 都是这么厚厚重重的一大本 看都看不完 那么可是各位看到我们的六个符号 英文法的这个文法书 怎么这么薄一本呢 这个是我们的韩寿课程里面的文法 那么各位 其实你懂了这个英文的要诀 其实英文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英文文法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六个符号 贯穿全部的英文 整个英文的观念就叫做123加4 那么只要贯通了这些道理 你再去看英文 其实是很容易的 我们在底下的讲解当中 就会利用这些123加4的六个符号 英文法的观念 来给大家做解释 这就是一个句子 它一定结合了文法 这个文法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123加4 首先 先找到主词 先找到主词 英文的任何一个主要的结构 就是先找到主词 the first ruler 叫做第一个统治者 这中间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逗点逗点 这个中间我们在英文叫做一个插路语 插路语是用来补充的 我们先不要理会它 因为它是附属的东西 我们先找到一二 就是主词跟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叫做built built是见 见的过去式 b-u-i-l-t 现在就是d字尾 变成t字尾 就是过去式 它建构了 建构什么呢 the great wall 这个great wall 就是我们的接受动作的第三个统治 这叫做 这个万里长城 the great wall 那么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the first ruler built the great wall 这第一个皇帝就建造了 这个万里长城 那这个皇帝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插路语 这个皇帝叫做秦始皇帝 那么他后面再一个插路语 a notorious tyrant 那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长的生字 我们就把它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noto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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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我们想 即使你不认识这个字 大概上下文也可以猜得出来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你进考场的时候 不可能把每一个单字都记住 你一定有很多的单字是不认识的 即使这些单字你认识 可是他也会以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的时态呈现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生字 我们猜大概就猜得出来了 其实皇帝应该是一个 恶名昭章的一个tyrant tyrant就是暴君的意思 所以他才有能力 是一个压榨这么多人 来建造万里长城 那他为什么要建造万里长城呢 各位看到后面 我们一定养成一个习惯 借词到名词 成为一个片语 我们再说一次 借词到名词 成为一个片语 那这个片语 就是他建造万里长城的目的 就是要做什么呢 to keep away 就是要把他给赶走 把什么人赶走呢 the barbarians 那各位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 为了抵抗匈奴 把匈奴挡在长城之外 所以这个barbarian 就是我们的野蛮人 野蛮人呢 就叫做barbarians 那这个barbarians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又是一个借词家名词 他们是从北方来的匈奴 所以这个barbarians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生字 这个呈现在一个句子里面 就变成了一个考题 那我们刚才讲过 请你念诵出来 这样子你才能够记得快 能够记得久 最重要是你还能够具备 参加口试 或者是听力考试的本事 我们再来念诵一下 the first ruler 侵蚀皇帝 a notorious tyrant built the great wall 去做什么 to keep away the barbarians 去赶走这些野蛮人 从哪里来的野蛮人呢 from the north 请大家再回来看这个野蛮人 barbarian 会不会觉得真的比较有感觉 而且刚才出现过这个字 说秦始皇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宝君 这个恶名昭彰的就叫做notorious notorious 这些字都真的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这拆解 然后念诵的方式 然后再加入文法结构 成为一个一个的句子 这样子的一二三整合呢 这样子英文才能够记得下来 你要准备英文考试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 把你准备的东西记得住 记得住 你才能够在考场上 能够答得好 那各位怎么样子能够记得住 就是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方式 然后在准备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念出来 我们再多做一个字的实验 这个字叫做celebrity 叫做名人 有名气的人 那看起来这个字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密密麻麻 所以我们把它拆解 celeb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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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不会就觉得这样子好一点了 这是一个字 可是各位结合文法 把它变成一个句子 这个叫做三不一体 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英文给记下来 考试考得好 那么各位你们对于单字 常常都会觉得说单字 就是这样子啊 这叫做单字啊 其实单字里面还包括了片语跟词句 片语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句子当中看到的 介系词加名词 介词加名词 这个就叫做片语 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字 不如片语 字不如片语 所以如果光用一个字 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比较基础 如果你能够用到片语就更漂亮了 我们看这个叫做 in low spirits 那各位你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三个字 它就是一个介词加上名词 合起来成为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它的功能 其实跟一个字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这个字换成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sadly 我们在英文就是很难过的或者是沮丧的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声字就觉得舒服多了 可是你看到这个声字呢 这叫片语 你就会觉得奇怪了 它怎么三个字呢 in不是里面吗 low是高跟低的d spirit叫做精神 即使你把三个字都认得出来 合在一起 你还是会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in low spirits 你要把它觉得看起来就像一个字 就像这个字一样叫做sadly 可是我们说过字不如片语 所以我们在这个程度越来越好 考试越来越难的情况之下 字sadly就变成了片语 就变成了in low spirits 所以它坐在那边 坐在那个地方精神萎靡 很难过的样子 in low spirits 我们同理看这个第二个句子 it is traditionally a time 那么主词动词叫做这个是 这个it指的是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什么时间呢 a time 什么样的时间呢 for parties 又来了for parties 就是借词加名词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片语 后面形容前面 什么样的一段时间呢 就是用来parties というparty各位就是我们之前的party 这个party我们都知道叫宴会 或者我们要扩大解释 咱们两个人来小聚一下 我们来开个小party 那么我们三个人开一个比较大的party 这个party就叫做所谓的 这个去办活动 或我们来做一些轻松的这些 这个事情就是这个for parties 那比如说在美国的7月4号 大家就会喝酒啊狂欢啊 这就叫做for parties 所以这传统上而言呢 就是一个用来大家狂欢 喝酒唱歌的时间 这就叫做a time for parties 那么各位记得 我们说过英文一个字 当它再出现的时候 它常常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虽然它的字还是同样的一个生字 这个生字呢 我们刚刚说过 它叫做party party你认知呢 就叫做宴会 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到了星期五呢 这个教授就警告我们说 Don't party too hard Don't party 就是不要去开party too hard 去开太多的宴会 意思就是说 周末不要整天去玩 还是要念书 Don't party too hard 所以当时那个party 是当成了去狂欢的意思 而现在呢 它只是一个名词 放在介细词的后面 成为一个片语 形容前面的一个时光 这是用来开party 来狂欢的一段时光 各位再看第三个例子 The tourist 叫做观光客 Come 来这边 To visit 来这边 这个参访 In droves 好 那各位又来了 我说过 你认识的单字 跟你之前的认知 可能要有不一样 这个drove 大家如果你有背过单字的同学 这个生字是不是drive 开车的过去式 可是这里变成了drove 它是变成了drove 而且都知道 这里还加了一个s 过去式的动词 怎么可能加s呢 所以立刻你要知道 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新的意思 所以同学 你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上下文的思考 而不是整个去看字 看字去解释 你就觉得很奇怪了 那么这些观光客来参访 难道他们是开车来的吗 好像这个是是而非 又好像对 又好像乱猜的 所以各位 这个in droves 就是一个片语 是指的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他们是一群 一群的来的 所以in droves 居然跟开车完全没有关系 它是一群一群的观光客 用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个in droves 就变成了一个片语 所以各位 你在学单字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记得 你还要懂得片语 片语呢 就叫做借词加名词 那这些片语 其实就跟次的观念是一样的 字是比较小的 片语就是比较大的字 它呢 放在句中来补充 这就是第二个 你要懂的叫做片语 而各位 你还要懂的第三个 你一定要懂的 就叫做词句 否则你看英文 还是会看得莫名其妙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the church 这个叫做教堂 教堂叫做the church 这没有问题 我们先找到主词 叫做the church 然后动词叫做looks looks叫做看起来 这个教堂看起来呢 怎么样子呢 beautiful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所以合在一起 这没有问题 这个教堂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就叫做子句 子句呢 我们用一个记号 中跨弧带出来 带出来一个长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子句 这个子句的概念呢 就是相对于刚才的片语跟单字 那么各位看到 英文最短的结构是一个字 中间中等长度的叫做片语 而更长的呢 就叫做子句 那么如果你能够有这个观念 你看到的句子 就不是像下面这样密密麻麻的 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如果你能够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观念 那么长的单字就变成了四个小小的简单的小方块 就变成四个简单的小单字 就容易记忆 容易学习 一个长长的句子 如果变成几段的小单位 同样的就会比较容易学习 容易记忆 那么这个教堂是什么教堂呢 which带出形容词子句 形容这个教堂 那么后面这个带出动词 which is built 这个教堂是被建筑的 在哪里被建筑呢 in the hill 这是一个子句中加了一个片语 在这个小山上所盖的这个教堂呢 看起来非常的美丽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子句的观念 这个子句并不太难 只形容的这一个教堂 现在我们再看底下这个地方 I do not care 我并不在乎 where he stayed where也是带出一个像这样子的子句 成为一个单位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 I就是我们的主词 我呢 中间来个助动词叫做 不 不的否定 care是动词 叫做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什么东西呢 我不在乎这个子句 就是这件事情 where he stayed 他待在哪里 他今晚住哪里 待在哪里 这关我什么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各位看到 where带出来 并不是你以前认识的 你住哪里 where do you live 的那个疑问词 而是带出来一个子句 带出一个子句 就像这样的字 就是带出子句的字 那么各位 这个句子可能就更让大家觉得困扰了 what puzzles me 那么一看到what在最前面 就奇怪了 这边应该是一个疑问句才对 可是它并不是疑问句 它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句点 所以表示这个地方 也是单纯的一个句子 这个叫做主词 那么各位 请看到这个主词 叫做what puzzles me 那这个主词 对大家来讲 就很不舒服了 因为我相信你对于这种主词 the church 或者是这种主词 你会觉得很舒服 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这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的一个字可以当主词 那我的这个一个子句 也可以当主词啊 所以这个主词呢 就是合在一起看 令我感到puzzles puzzles就是所谓的困惑的意思 令我困惑的这个东西 合在一起就是主词 what puzzles mean 什么东西让我困惑呢 动词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就是什么东西呢 he is weird answer 就是他很奇怪的回答 他回答的很奇怪 令我感到很困惑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 what puzzles mean is 意思什么呢 he is weird answer 好那各位朋友 其实听到我这边讲 你会觉得英文怎么这么奇怪啊 说话怎么这么绕圈圈 直接说不就好了吗 我被他的这个奇怪的 这个回答感到困扰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做成这样的句子 是啊 你的英文程度越来越好 说话就会越文周周 越转弯 可是各位 我相信你的考试 当然是越考越难 你也希望你的分数越考越好 所以你就必须要懂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说你要准备英文考试 第一个先把单字给弄好 单字不要忘记了 除了有一个一个你很熟悉的字以外 还有这种一小节一小节的片语 以及这样子的一组一组的子句 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了解了刚才单字 要含有三项 有的是一个字 有的是一个片语 有的是一个子句 再来就是结合文法 成为一个一个的句子 这叫一个句子 一个句点就是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句子 一个句点 一个句子 可是这句子当中 各位看到 里面就有我们所谓的 这个子句 子句带出来的字 我们先把它标出来 各位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子句 如果你能先掌控这三个子句 读起来就会轻松容易多了 各位请看到这是什么意思 What confuses me 这个what就是带出我们的子句 所以呢我们就用中话胡夸它出来 What confuses me 这是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词 让我困惑的confuse叫做困惑 What confuses me 令我困惑的 就跟这个句子一样 What puzzles me 令我这一个感到不解的 一样的道理 那么就是就是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个意思带出动词 令我困惑的东西就是 就是什么呢 后面又带出一个子句 这个子句我们就又来了 又把它整合成一个单位来看 所以这个y呢就带出来一个这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是长的这个样子 比较长一点 我们用底线把它标出来 让你看到一个整体 为什么 约翰离开 Leave是这个他的现在是 Life就是过去是 Life是离开 没有怎么样子就离开了呢 Without telling me 这个without在英文是个介细词 介细词带出后面的名词 所以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之下 他就离开了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让我困惑的 所以各位这样子 这个句子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看懂了 我们再请你看一次 What confuses me is Why John left without telling me 让我困惑不解的就是 为什么约翰离开 却没有告诉我呢 It is 我们去看这第二个句子 这个it指的是前面这件事情 他不告而别的这件事情呢 是 是就是动词 可是他变成了否定 他不是 他不是at all 这个是一个副词 这个完全不是 是副词 叫做是一个片语 他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什么呢 各位看到又来一个子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做一样的动作 我们就把它 把它框出来 What What 他并不是 并不是什么呢 I would have expected 并不是什么呢 并不是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子句带出来的 并不是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所之前所期待的 这个声词呢 叫做expect expect在英文叫做期待 期待 它的前面加上have 就叫做have加PP PP叫过去分词 这叫做现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放在住动词的后面 就叫做之前的事情 这个我的是我所将要的 我所想要的 叫做word 我所之前所期待的 这样子的状态 这样子的状态完全不是 我认为他是一个这个很清楚的人呢 说话很清楚啊 这个做事很清楚 一定会跟我说明白 跟我讲明白才走啊 怎么就什么都不讲就走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我实在是这个困惑 这完全不是我之前所能够期待的事情 好 现在这样子 Camp 各位 请你养成好习惯 一定跟着念出来 这样子的英文 才能够进步的快 才能够理解的快 那各位 你要不要考试 要 你要不要考高分 要 那你要不要做出正确的方法来准备 要 所以你就跟着讲座 What confuses me Is why don't you laugh without telling me It is not at all What I would have expected 那各位 念出来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 你念完一句 下一句 你会发觉异曲同工 第三句很相似 第四句 嗯 怎么也很熟悉 其实英文的文法都是这一套 你只要懂了这套文法 你的英文说实在 就差不多可以完全理解了 只要再做下一步 多做考古题 我相信你去准备考试 一定很有成效 考出来的成绩也一定很好 所以找到一个好方法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那么这是文法的概念 单字的概念懂了 跟着念出来 这样子有单字 有文法 组合成一个一个的句子 那你的这个东西就简单多了 你就容易学好了 那么你在将来的考试 当然也就能够考好了 不过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下 你既然要参加某项考试 你准备功夫做到了之后 就是要针对这项考试 多做他的考古题 去掌控他的考试方向 所以我们在下一次 再来给大家讨论 考古题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